好這一次我們來介紹一下 就是最近很流行的雙挖 就是利用LOLm1.43或以上的版本 在做一個雙挖 那雙挖是大家都說雙挖可以增加收益 那實際上能不能增加收益呢 其實要看就是說你的錢卡 是不是有所算力的卡 那有所算力的卡 你去做一個雙挖才有可能 記住才有可能 實際上你必須自己做一個實算 OK 因為你的用電成本要計算在裡面 好 那就我的礦機而言 大部分都是沒有所算力的 那不管他怎樣 我還是做一個實測好了 因為既然有人問到 OK 那我們再看一下 這些我有兩台礦機來做一個測試 那我在超頻參數都沒有做變更之下 去做一個雙挖的動作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結果 我在第一台礦機ASUS ONE 我的一體算力減少是13% 第二台礦機減少算力是6% 那我TONE的算力增加是1943Mhps OK 這是增加的算力 那因為做雙挖 我的電源用增加的瓦數呢 是22 那這邊的話 我一月捲損28的話 每天損失是0.97塊錢美金 那增加的算力的話 包含用電瓦數的話 是每天增加0.53 所以顯而易見呢 如果說我真的去做雙挖的話 我每天損失是0.54 大概0.5 OK 那是不是都是這樣子呢 其實也不進然 因為我們用電瓦數增加 去做一個實測 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個HiveOS礦機顯示的功耗的話 我的兩台礦機 你看我這邊是385 542 460 670 那實際上它所增加的 電源就是實測的功耗呢 是HiveOS上面顯示的1.4倍 OK 那很重要一點就是說 你的POWER足不足以支撐 你做一個雙挖的動作 這是你要去做一個用電實測的 那你的POWER的瓦數 不是說700W 或者是1000W好了 你的1000W 是不是代表真的 你可以供應1000W呢 實際上你要去看一下 它12V 12V所能供應的瓦數是多少 因為我們顯卡是12V的 如果你的1000W 它只供應900W的12V 那實際上你的功耗只支撐900W 那另外一個很重要就是說 你的電源的使用率呢 千萬不要超過85層 你可以看到我的電源使用率 主電源或副電源也好 我的使用率基本上只有75層 那有時候會突然起來的 一個電源的增量呢 可能會造成你的POWER的Shutdown 那會不會燒掉POWER 我們也不知道 所以我們電源利用率 盡量在85層以內 那我的電源也不會發燙發熱 那因為發燙發熱 都會造成你的電源的不穩定 然後你的電子零件臭命也會減少 那如果去量測實際上的功耗呢 就是說你要買一個功率表 那分別接在你的電源上面 那如果說你像我是雙電源供應的話 你就要分別去量測 才知道你的電源使用 有沒有足夠的安全係數 你多留個10%或15分 15%給電源 這樣油溫有餘 你的系統會更加的穩定 那如果不太確定怎麼量的話 可以去參考我另外一個視頻 就是說你的SATA適合借顯卡嗎 很重要 我可以跟你講 絕對不是很安全 OK 那怎麼量測 那可以去參考那個視頻 那至於說 我們怎麼去計算 這個獲利損失數字怎麼來呢 我們來介紹一下 網站上面的計算方式 我們來看一下 OK 在介紹之前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官網所介紹的 就是說你做一個雙話 基本上呢 你要用實際上 你在做EDH Profile去做一個設定 那下面會有一個介紹 那你增加核心的話 實際上就會增加你的網數 所以說你要確定 你的Power Supply 是否準備好了 就是剛剛講的 那你要做一個實測 實測 實測 OK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它的核心利用的話 你可以去看一下 它的設定 基本上 它有提供給你參考 那就剛剛講的 不是每一個顯卡都可以試著做雙話 那另外一個的話 就是AMD的核心設置在這邊 那這個供給參考 那提到就是說 怎麼去計算這個損益呢 我們先回到這裡 就是What to mine這個部分 之前有介紹過就是說 它怎麼去做一個計算 那我這邊順便一提就是說 其實不管你在挖什麼幣啊 第一名永遠只有一個 以目前而言的話 如果你不太確定的話 第一名目前永遠都是ETH 你可以看到 OK 就前面幾名 你看到全部都是ETH 那 如果做雙蛙會獲得更好的收益 是因為你是有所算力的卡 那雙蛙才會獲得比較大的收益 如果說你沒有所算力的話 那基本上做雙蛙是 反而是一個損失 因為你可能會增加 會減損你ETH的獲利 那另外一個山寨幣的獲利 沒有辦法去補足你損失的部分 好 我們來看一下計算的部分 我們去點 What to mine這個圖像 OK 點完之後 我們就輸入 剛剛我損失是28 那我的瓦數基本上 120W 當然我把那個 Wire card的用電把它計算到裡面來 OK 那我基本上的話 如果以這個去做計算的話 我們會得到 如果是 我的螢幕現在變黑 好 應該正常了 往下去看 當你按進去的時候 你會看到你的 你的損失的獲利的話 是每天是0.98 那你要計算一下 另外一個就是 你可以到MinerState 這個部分也可以做ETH計算 那我們在這邊 你去點那個 Mining Calculator的話 我們去找那個 Tone的這個代幣 那我們輸入 我剛剛是增加 1.934 那我一樣 電力成本要計算進來 你增加的瓦數也要計算進來 OK 那 其實我還有另外的礦機 我去做一個切換的時候 我發現 我另外的礦機 我的電源功耗增加是133瓦的 所以說 這個電源增加的部分 一定要去實測 不能夠看 HIFOS上面的數字 也不能夠參考我的數字 因為每一台礦機 你的顯卡組成都不一樣 然後你的核心利用也不一樣 所以一定要去實測 這很重要 OK 那千萬要記住 你的電源的工藝 要足夠的系數 安全系數 你才去做一個測試的動作 不然也不小心 你將你的礦機 將你的POWER 顯卡 不小心弄壞掉 或者燒掉的是得不償失的動作 好 那在做一個計算之後 我就不再按了 OK 因為我已經按過了 我們看一下就是 Dairy的部分呢 我每天會增加的獲利是0.5313 所以我們再回到這個部分 這就是我怎麼去做計算的 好 我減損0.97塊 減增加0.53 實際上呢 我的損失是0.53 那也就比例人也能 我是損失了50% 那這50%是一個相對量的變化 實際上並沒有這麼誇張 好 那這個就是說 想讓 想要入手雙挖的小白們 或者說新人們做一個參考 就是說 你要做實際上的計算 才去決定 說你要不要做一個長期雙挖 不要說你挖一個禮拜之後 才發現說 怎麼收益變少了 那不要人云亦云 自己要花一點時間 做點功課 才是OK的 那如果你真的要做雙挖的話 我們可以 我可以簡單介紹一下 雙挖的蛇子 來給各位做一個參考 我們回到我的礦機 我的礦機的話 就是說你要建立一個飛行錶 那主錢包 當然你主幣 你可能就一樣挖1TH 負幣你就挖Tone 那在這部分 你要進入這個部分 設定挖礦軟件配置 就是在那個 Second Hash Algorithm 這個部分的話 你要去選擇Tone Duo的部分 因為一開始是沒有的 所以在LOMI的配置的話 你要設定這個 你的挖礦的動作 雙挖的動作 才會正常 那如果去獲取這個 Tone B的錢包 你可以直接到那個 光網去做 獲取 那我的視頻下面 也會做一個介紹 你可以直接去獲得這個錢包 然後直接將那個錢包 獲得到光網去 那必須再提醒一次 你要確定就是說 你的收益是正向的 你的電源供應是足夠的 然後你的轉接線也是安全的 你才去做這個雙挖的動作 不然其實有可能就會造成 用電上面的危害 然後或者說你的產品找腰 那是得不償失的動作 那希望這一集的介紹 能夠幫助到各位 謝謝 最後謝謝您的觀看 如果這視頻 對你有任何幫助的話 還請幫忙訂閱 點讚跟分享喔